如果您常看武侠小说或者是武侠剧的话 你可以常常看到里头有这样的桥段 就是高手呢 用这个点穴的功夫 马上可以使人瘫痪 动弹不得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有这样的点穴功夫 不过呢 因为这个招招都能够击中要害 所以很多的师傅都不亲眼传授 让这样子的武术 现在几乎是快要试传 武侠剧中高手透过内力 点中对方穴位 使人动弹不得 这样的情节无论是在电影或书上都少不了 这种源自少林功夫的点穴 不只在真实生活中确实存在 而且威力惊人 除了治残治婚 甚至可以使人瘫痪 被点穴之后的人 往往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刚刚一个手指的距离 再打下去 这个气门就会气凶 一打就一扣 把整个手骨都可以扣出来 所谓点穴就是练武之人 利用瞬间的强大力度 打入人体穴道 造成经脉局部瘫痪而失去功能 最常见的点穴法 通常是利用手指或关节部位 来模仿动物攻击 像是入门第一式的飞鹤掌 贯穿太阳穴的暴眼 还有进阶版的金蛇出洞 跟犀牛转脚 最后再来一招鹤脚掌 原来用脚也可以点穴 这点穴不是刚用手 脚也可以点 这个吐息部可以打下去 平均一个点穴动作 只能花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出手 才算合格 集中要害点穴可以致命 不过用对地方也能致病 在传统武术 渐渐面临失传的窘境下 未来武林高手的点穴奇招 很可能就此消失在大家眼前